離奇的竊案要來看到發生在彰化縣的北斗鎮一處市場內 當時是一名男子就在路邊停放機車附近徘徊 隨後看到沒有人就打開置戶箱 拿走了裡頭的皮夾 三秒鐘之內他成功偷走了五萬塊錢 事後被愛護人發現皮夾被偷急得立刻報警 主要是因為裡頭有爸爸的首尾錢 現在警方根據監視器畫面已經鎖定嫌犯 積極追棄斗案 藍色衣服的男子頭戴鴨舌帽 在市場外徘徊不時東張西望 接著直接走到紅色機車旁邊 大啦啦的打開置物箱 拿走包包裡的皮夾 整個過程不到三秒 洪小姐一臉無奈 因為她當時到菜市場準備買菜 但手上東西太多 只好先把皮夾放回機車置物箱 一時沒注意忘了將坐墊扣緊 沒想到就遭小偷 最重要是我爸爸的首尾錢 那個是我最值得的 最在意的 因為我爸爸剛剛離開不久 不只爸爸的首尾錢 還有要付給廠商的費用 信用卡費等等 五萬塊全被偷了 洪小姐當下立刻到附近店家 調監視器也報警請求協助 有啊我就趕快調監視器給他看 被害人目前已知損失 新台幣五萬八千元左右 還有一些身份證件 男子三秒偷走五萬 警方不排除 他已經觀察很久預謀犯案 已經根據監視器影像 鎖定嫌犯 將盡快逮捕到案 記得林一峰彰化財訪報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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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